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由多間傳媒披露 全國機場安檢存在重大漏洞 在近期的測試中 聯邦運輸安全管理局TSA的工作人員 只有三次檢查出 測試人員隨身所攜帶的違禁品 運輸安全管理局代理局長卡洛威 在今日被吊擠 在國土安全部近期進行的一系列測試中 測試人員攜帶著假槍或假爆炸物 前往全國最繁忙的幾十個機場進行測試 結果顯示在全部70次測試中 國土安全部下屬的TSA工作人員 有67次都未能夠發現這些違禁品 檢查成功率不夠5% 在其中一次測試中 測試人員在安檢的時候觸發警暴 但是工作人員仍然未能夠在手伸的時候 發現貼在他背部的假爆炸裝置 國土安全部長約翰遜 就命令TSA立即採取行動 就報告中存在的問題改善 約翰遜還有一份聲明中說 卡洛威終會被調職到國安部總部的 州及地方執法辦公室任職 TSA在兩年來都發現過同類型的漏洞 紐約警方表示今年的罪案數量大幅增加 為此將會增加巡邏的警員數量 警方今天公布的數據顯示 截至5月底 今年發生了135宗謀殺案 比去年頭5個月增加了19% 槍擊事件有439宗 比去年增加近9% 警方表示大部分案件因為幫派而起 隨著案件增加 警察部門和社區都討論警方 應否增加攔截賠問的數量 迫與政客和法院判決壓力 警方攔截檢查的數量大幅減少 從下星期開始 更多目前從事民職工作的警員 就會被安排去到巡邏的崗位之上 昨日傍晚一名瑞典旅遊客 在前往甘賴迪國際機場的時候 被一名非裔男子襲擊 警方目前正在追捕而返 被襲擊的旅遊客29歲 昨日傍晚他在乘車A車地鐵 前往甘賴迪機場 在途中在Euclid Avenue的車站受到襲擊 警方透露一名非裔男子 襲擊女頭客的頸部之後逃走 女子被送到牙馬加醫院接受治療 據稱去傷勢 不是太嚴重 正在恢復中 警方呼籲市民 如果有任何線索 請致電1-800-577-8477 和警方聯絡 星期日因為發生起重機事故 而封閉的麥特遜大道忠誠露奪 是今日重新開通 麥特遜大道從34階到39階這一段 由於星期日有起重機跌落地面 所以關閉一段時間 一條水管也都受到損毀 在維修之後 目前這個路段已經重新對車輛同行人開放 到目前為止 當局仍在調查意外原因 事故中有10人受傷 市長白思豪說 考慮到紐約經常都有地盤施工 這類涉及到起重機的事故發生率 其實已經是非常低 但是星期日的意外 依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警示 駐紐約台北京民署 在法拉城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舉辦領務宣導與諮詢座談會 並舉辦領務問題有掌偵踏活動 來自台灣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局長龔中成 率領訪美團一行4人到訪紐約 並在法拉城紐約華僑文教中心 舉行媒體說明會 及僑務宣導與諮詢座談會 由駐紐約台北京民署副署長陳峰宇主持 出席人士還包括 紐約僑教中心主任王映陽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護照行政組組長陳尚有 簽證組組長林輝程 文件證明組科長莊博敏等訪美團成員 並分別就外交部最新領務法規 外僑申請台灣簽證及旅外國人 急難救助等事宜 進行詳細的解釋 據介紹今年5月才通過的最新領務法規 針對遺失補法活照效期 由原本的3年放寬度5年 經民署又提醒民眾 注意申辦匯照的照片規格 並說明護照過期6個月之內 依然可以憑護照返回台灣 不需要專程去到經民署申辦 同時對於外國護照申請台灣簽證 可望在年底規劃完成 使用電子簽證 為了擴展宣度效果 經民署在座談會舉辦有獎徵答 會場互動、交流熱烈 吸引近8位聽眾前往發言提問 經民署都提醒 旅外人士定期和家人聯絡 以免家人牽掛 或者是受到詐騙 建議多些利用 例如是手機、社交網等等的方式 方便家人查證 如果遭遇急難情形 可以打24小時緊急聯絡電話 917、743、4546求助 國際婦女慈善協會舉行年度大移賣活動 並將移賣所得捐助有需要的弱勢團體 包括事員、顧雅明等社區領袖 和各地民眾都前往支持 不少民眾都買到嘉年麥美的貨品 和試到美食滿載而歸 國際婦女慈善協會 在紐約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舉行年度二賣 吸引眾多社區民眾前往參加 這是國際婦慈會的年度盛會 今年已經是第五年 除了將各界捐贈的物品和二手精品 在現場二賣之外 為了推廣台灣美食 亦特別舉辦台灣小吃二賣 吸引眾多民眾前往 包括著名的鐵路便當、蘿蔔乾、台式肉羹 和台灣香腸等 不夠一個小時就被民眾搶購一空 會長孫運泰感謝社區各界的支持 包括市議員顧雅明、社區喬領、羅一寧、 黃開榮、郭志農、林瑩君、方秀勇、 黃玉英等人都親自出席支持 在活動當中又推動喬街各企業及團體 認購棉皮捐助給紐約 麗興富有中心的兩個庇護中心 獲得眾多善心人士的捐款和支持 現場又有各界捐助的衣服、皮包、鞋等名牌精品 以優惠價格出售 達到環保目的 不少民眾都滿載而歸 本台新聞報已經設立了電子郵箱 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意見 或者有新聞新聞新聞 都歡迎來信和我們聯絡 郵箱地址是山路TVnews at mrbi.net 新聞報道完畢 多謝各位收看